《抗日英雄一战斩杀鬼子六案》 也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抗日名将 但是没有死在抗日战场上 却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他就是李玉堂 李玉堂 1899年3月16日 清光绪25年2月初五 出生于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桥河西的一户地主家庭 因为家庭富裕 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长大后的李玉堂 也曾参与过讨伐袁世凯的战役 也曾参与过五次爱博运动 甚至后来还投笔从容 当了进军炮兵队的一名士兵 1924年 黄浦军校第一次招生时 李玉堂成功考入了黄浦军校第一期学生 要知道 黄浦军校第一期的名人有很多 比如陈庚 左权 李先念 蒋先云 陈明仁 胡宗南等人 因为这些人都是比较有名的 就写 和李玉堂默默无闻 但是并不代表李玉堂没有本事 黄浦军校毕业后 李玉堂分配到国民党革命军陆军一师二团任建习官 此后 先后担任排长 连长 营长 团长 旅长 师长 在此之前 李玉堂一直非常的平凡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 才是李玉堂真正爆发的时候 抗日战争爆发后 李玉堂被任命为国民党陆军第八军军长 驻守江西 虽然李玉堂是黄浦军校毕业 是蒋介石心腹的军官之一 但是直到抗日战争中 长沙战争中 蒋介石才真正的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 长沙保卫战之后 李玉堂当时是国军第十军军长 第一次长沙会战 李玉堂率第十军奋力抵抗 支援了主力部队的反工作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 日军大举向福林铺 金井阵地进攻 第十军顽强抵抗 却仍然不敌 不得不放弃阵地 战后 李玉堂不受嘉奖 反而受到撤之处理 这也引起了第十军官兵的强烈抗议 自此 第十军成了一支没有军长的队伍 长沙第三次会战的时候 日军急剧重兵 再次对长沙发起了进攻 缺烈没有办法 不得不再次请李玉堂出山 后来还是蒋介石亲自请李玉堂出山 李玉堂才率领他的第十军顽强地打退了日军 赢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 在次战争中 李玉堂斩杀了日军六万人 而自身伤亡几两万余人 此战不得不说是抗日战场上的一个重大胜利 但是 也从侧面说明了李玉堂的军事才能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 李玉堂军事生涯 达到了职业生涯的最高峰 抗日战争结束后 李玉堂虽然还是军长的职位 但是 却没有多大的实权 甚至是成为一个光阐司令 1949年时 李玉堂该蒋介石任命 全面主持海南防务 驻海南西街 中共通过关系策翻李玉堂 理接受共产党的条件举行起义 因交通中断 李玉堂未能及时接到 中共关于起义的指示 解放军已占领海南 早 李玉堂急随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 后因叛徒出卖 1951年2月5日 李玉堂被国民党当局 杀害于台北被谈 李玉堂处死后 蒋介石身边人才凋零 十年后 蒋介石决议反攻大陆 照来一名将军询问备战状况 可那将军之者呜呜半天才说 我们能力还不能反攻 蒋介石听法大怒又悲痛 痛恨自己这批将才 想到了李玉堂 大哭 若是玉堂还在 反攻大陆游望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盏 鞋 盏